我上了欣賢中播出之後上了欣賢博約說, 看著人情感動, 你有什麼想做其他幾位,聽幾位親吊夫嗎? 我回到發微博, 就是,感情已經深入, 說謝謝不夠, 說謝謝說的也不夠, 所以说我就觉得能够在天天向上的这种恩赐 然后呢我能够在家一个团队里头 一直努力的去判断我的那份工作 我觉得是一份很好的事情 好嘞谢谢你 你别笑 最后转眼的原因是吗 差别不要太明显 国际退场后 啊